每次到店里边看到这种百合花的种球 我就控制不住的要去买 看这一包种球 看这一包种球里边一共是18个 卖15块钱 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 就把它买回来了 现在春暖花开 我要开始种我的这个百合花了 我打算把它种在花盆里边 种在花盆里边比较简单 现在我这个盆子里边的土比较多 我得先弄一点出来 咬一点出来 以前我买这些种球 我总是要等到晚一些的时候去买 因为那个时候这些种球它打折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等到那个时候你买种球吧 它的质量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现在这么早买这个种球 这个种球在店里边 因为那个里边很暖和嘛 瞧 这些百合的根都早就长出来了 都长得这么长了 你说如果说一直等到它那个打折 那它在这个店里边待的时间该多长啊 这些根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养分啊 土壤的这个滋润啊 它到最后就影响这个种球的品质了 最后就种不出来了 有的时候甚至发出来的芽非常的细小 所以今年呢我就趁着找就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今天我要把它给种下去 我觉得这个根啊太长了 我决定把它剪短一点 要不然我种的不好种 反正这个百合的话 它也不容易死 它接触了泥土以后 它会这个根再发出来的 把这种老根去掉 这个新的根啊 我不想去捡它 新的根的品质比较好 这个根长得太长了 这种种的时候啊 把这个百合把 给它排成一个圈 这样呢 它以后发芽开花呢 就会有那种花痰紧簇的那种感觉 这样比较好 一个花盆里边不要种太多 我觉得种这么几颗应该够了 然后就很简单了 把刚才咬出去的土啊 给它倒回来 给它埋上 这个好玩 这个都被我种到了 这土有些不够 我再去拿一些土来 不要把它埋得太深 把它埋得太深 把它的那个头啊 基本上给盖上就可以了 像像这种冒芽的 就让它头子露出来一点就好了 不要埋得太深 然后种好了以后呢 给它浇一点水 像现在这个天呢 我就给它摆在阳台上 或者室外就行了 反正这个百合吧 它是不怕冷的 最后呢 给它浇上水 你也就浇这一次就够了 因为百合这个东西吧 基本上它喝水都是靠天收的 后面就不用管它了 给它摆在露天里头 下雪也好 下雨也好 它就有水分了 百合这个东西 它不喜欢太湿的 太湿的话 它那个球径啊 会烂掉的